语 我们家来堵郑国公的马车 拦的就是你这辆马车 你们家主人再有信心 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来啊 把马车的人通通过山楼 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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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撤 山儿姑娘 咱们先进里面吃点东西吧 大叔 我还不饿 要不你先去吃点 我想等送多哥回来 我奉了国公大人的命令 一定要保护好山儿姑娘 山儿 山儿 宋多哥 你回来了 那咱们进去说吧 好 走吧 店家 各位特欢 是打边还是住店呢 来几样手菜 好嘞 赶紧赶紧 一个上好的素菜 刷紧时间 别让前面等着急了啊 行 这位可怪你 你有什么事情交给小的去做 就是了你 不是 刚才除了那个领头都跑了之外 其他的都让我给杀了 什么 宋多哥 你刚刚杀人了 咱们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杀咱们 可再怎么说 那也是几条性命啊 你以后不要再杀人了好吗 宋多哥 你答应我 我知道了 小儿 把这包东西 想办法放在那些人的饭菜里面 好 吃饭菜 美食 得帅 Vaness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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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不负大人所托 已经打探到三公主妙善的情况了 将军此言当真 是 三公主没有死 当年黄爵士把他托付给了一户人家收养的 天不灭羊啊 是 只要 王后哥之三公主 死而复备 把他的痴命 看出一片大大的后转 到那时 我们在求王后 帮忙调查冤案的真相 那阳门昭雪 指日可待呀 现在就随本侯前去皇宫 大人 王后此时不在宫中 王后不在宫中 你是怎么知道的 据在下观察 王后每年此时都会出宫 在三公主诞辰之日 前往大香山寺 斋戒数日 追思失女 所以此时王后 一定在大香山寺 年上曾保佑我那可怜的善儿 早日登上吉文世纪 善儿 母后 好像 你在那边 是否也想着母后 宋公 你又想怎么样 善儿方 是因为他能包容他的敌人 我不行 我只信封一条 杀人主 人横杀之人 陈三 纳命来 宋公 宋公 陈三 还不快走 走啊 宋多哥 你不是答应过善儿 不再杀人了吗 为什么转眼之间 又动了杀念呢 作恶多端 死有余辜啊 宋多哥 整天这么打打杀杀 有意义吗 善儿实在不愿意 看到你双手沾满鲜血 无论如何 那是一条生命啊 包容一切 宽容一切 你甚至宽容你的敌人 可这是愈否 我做不到 自作恶 天报应 上苍会公平地对待这一切 又不找你挥舞棍帮 有着性子去清理世间不平事 宋多哥 宋多哥 大爷善儿 不要再杀人了好吗 杀人者 人横杀之 只要他作恶 我必除之而后快 大王仲 不争为谋 既然你改不了 那么从此以后 就走你自己的路吧 来 微臣杨智觐见王后 你是大都督杨智 王后还记得微臣 杨智 您有什么事情啊 禀王后 杨智既冒死觐见王后 有要事相告 本宫现在已经不问正事了 你若有事 应当去找当地衙门 然后逐旗往上禀报 禀王后 此事 关系重大 而且 与王后日丝夜响之事有关 文公现在日丝夜响了 除了三公主上案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正是此事 真主书 画儿不是外人 一旦说无妨 姐姐 为你在外面候着 以免有什么差池 好 王后 请借一步说话 华儿 你到外面看着 别让任何人靠近 好 王后 这边请 小师傅 请先回避一下 杨智 你到底要说什么事 快说吧 王后 微臣已探得三公主的下落了 你说什么 三公主 她还活着 是的 王后 三公主还活着 胡说 胡说 三公主十六年前 就已经被祭了和神 怎么可能又活过来了 王后 三公主不是又活了回来 而是根本就没死 当年 三公主三次落水 三次又浮出水面 黄绝将军决定顺天意逆朝廷 保持三公主逃离了京都 而后 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 皇将军又将三公主托付给当地一家人收养了 你 你这都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在本宫厅来 在办公厅来 简直就像做梦似的 这不是做梦 都是真的 微臣还忐得三公主现在的住处 良知 你真的不是在骗本宫吧 微臣所言 句句说实 如有半句虚假 听凭王后处置 姐姐 出什么事了 本宫一切都好 华儿 你去安排安排 让这位大人先休息一下 好 姐姐还没服药呢 妹妹这就叫秋桃去 准备 知道了 我在那时等你 杨大人 请 我好了 我先去了 大叔 前面就是姚玉村了 您让我们回去看一眼吧 不行 我奉了国公大人的命令 途中不能停留 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 以免节外生枝 大叔 我们离开家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父母肯定很担心 您让我们回去报个平安 咱们马上就走 行吗 好吧 我们看一眼就走啊 我们看一眼就走啊 老爷 我回来了 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小的竭尽全力 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了 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啊 那宋都武艺高强 又得郑国公府上的人相助 小的觉得 和他们应拼不是办法 就买动了殿小二 在他们饭菜中下了毒 结果又被识破了 我不听你解释 结果 我要的是结果 结果 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了 记住 我要的是结果 诺 爹 娘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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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回来了 你们都回哪儿去了啊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 爹娘担心 回哪儿去了 快 努力坐 给娘说说 最近你们都去哪儿了 干什么了 娘 是要去了白屈寺 娘不让你去 不让你去 你非要去 娘 心疼你啊 善儿啊 你与多儿成婚那天的事 只是个意外 这河水褪去 只是因为发生地震 爹不都是跟你说了吗 你怎么还要出家啊 善儿 娘啊 也想通了 只要你跟多儿 平平安安的就好 爹和娘也商量过了 择日 跟你们俩筹办一个 体体面面的婚事 不 娘 善儿 善儿不打算她 嫁给宋多哥了 为什么呀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善儿只希望 我们这一家人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善儿就心满意足了 你们俩 不是一直闹着要成亲吗 现在娘成全你们 可是你怎么又 娘 因为善儿 害得宋多哥 差点连命都丢了 善儿不能再害他了 我说过多少次了 这根本和你无关 这都是巧合 可是 第二次 善儿害得宋多哥 被判了斩刑 斩刑 那后来呢 后来 幸亏有郑国公 和张大人相助 不然 不然善儿 都不知道该如何 和面对二老了 善儿 我说过 这和你无关 即使没有你 那吴庆也会诬陷我的 怎么会无关呢 不管怎样 善儿已经想好了 终身不嫁 这 那我就终身不娶 宋多哥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们知道 银儿姑娘还在等着你 你不能就这样辜负了她 你又何苦抬出银儿姑娘 你明明知道 我只把她当妹 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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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等到替你洗刷了不白之鸢之后 我不想听 你还那么年轻 外面有的是好姑娘 我不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但我宋多 这辈子只缺你一个人 宋多哥 善儿之前之所以答应嫁给你 那是因为 善儿要报答爹和娘的养育之恩 你一定要这么残忍地伤害我 你只以为 善儿都把你当成你的大哥哥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别的情感 善儿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说的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 善儿绝无信念 大叔 我们已经耽误不少时间了 是不是可以动身了 刚才你爹娘求了我好半天 说你们这一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能再见面 想留你们在家住一晚 我想你帮家伙 恐怕不会这么快就追到这儿来 再说 我那匹马跑了这么久 也该歇歇久了 大叔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住一天 祝你天 我知道了 姐姐 药好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休息一下 那好 那姐姐先休息 妹妹一会儿过来 我已经休息了 是微臣杨志 是微臣杨志 你 你 我已经休息了 我已经休息了 王后 都准备炒热吧 王后 都准备炒热吧 侍卫都去哪儿了 王后 请王后恕罪 臣空走漏消息 将他们关到柴房里面 王后 那 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吧 王后放心 他们不会有任何危险 走吧 王后 这边请 他爹 你说这孩子们该怎么办呢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你也想想办法呗 还不都是你 当初没事 求什么钱 善儿把所有的过错 都怪在自己身上 现在倒好 一个终身不嫁 一个终身不娶 那是我的错呀 倩文说得那么准 我能说什么 我也希望他们成婚哪 可是 你也不必想那么多了 时间会抹平一切的 过一阵子 两个孩子会想通的 现在也只能由着他们了 这一阵子 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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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病人来看病来了 我出去看看 好 宋教师 赶快救救我家娘子吧 难缠 打出血 求你救救她呀 你别着急 我马上就陪你去 善儿啊 去把我的医药箱拿来 爹 天已经很晚了 上路又难走 还是让善儿去吧 善儿 你这女孩子家 爹 善儿没问题的 您放心 苏教师 她行不行啊 还是您亲自劳驾一趟吧 善儿是我的高徒 医术在我直上 你完全可以信任她 爹 那 那好吧 姑娘 咱们现在赶快走吧 好 善儿 这边请 路上小心啊 知道了 爹 站住 你当是何人 此山为我寨 此路是我堪 要想从此过 留下埋路去 原来是帮劫匪呀 你说对 我就是劫匪 你要是识相的话 把你身上值钱的动机 统统留下 本大爷要高兴 兴趣还能饶你掉性命 来 给你们 快把路让开 去呀 去呀 不可呀 你就是把钱财都给了他们 也不会给我们让路的 本宫急于见到妙善 这些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不要也罢 这是非要 凶犯人 钱都已经给你们了 还想怎么样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今天就是铁王老子在这儿 也不能影响本大爷发财 是不是兄弟们 是 义兄们 这只肥羊给我跑了 我拿下 来 拿到王后 快撤 撤 撤 大哥我看 我跟夫人跑了 撤 快 快追 站住 站住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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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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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师妹呢 姐姐 姐姐 快来人哪 往后不见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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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人 没有找到王后的下落 您先不要着急 都是我的错 若不是我执意要带着王后出来找妙善的话 也不至于下落不明啊 你们几个再去找找 一定要找到王后的下落 好 到那边去看看 诺 诺 一会儿去见姥姥了啊 你哭得更厉害了 善儿 不够不够 善儿 不够不够 善儿 来 还我善儿 你怎么还这儿 你怎么还这儿 还我孩子 你不够大 还我 还我 给我 给我 送手你 还我善儿 你哪来疯狂的你 还我善儿 你再过来 本宫就治你的罪 本宫本宫 你瞧你疯成什么样的你 那吓回我儿子 我 我揍你 王大神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白妞啊 什么事不得了了 咱们俯两个有疯子 现在就和李大哥抢孩子呢 哪儿来的疯子 我也不知道 是从哪儿跑来的 还跟我说 那称自己是本宫 那不宫里才这么称呼嘛 王大神 你快去看看吧 真是谢谢你了姑娘 要不是你啊 我家娘子和肚子里的孩子 全都没了 婶子真是难缠 好 身子亏得很厉害 你能回头给她做点好吃的 让她好好补补 好好好 姑娘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 你回去好好伺候婶子吧 我先走了 好嘞 姑娘好走啊 打呀 公公 快打呀 打呀 公公公 打呀 孩子 孩子们干什么呢 别扔了 快 快 姑娘 姑娘 你没事吧 她是风魔的 抢别是孩子 她在这儿启哭 快回去 都回家去 回家去啊 乡兄们回去吧 别在这儿围了 乖可怜的 快走吧 走啊 走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可怜的 我想把她带回家 你帮帮我 行啊 好啊 这样还真有救了呢 慢点 来 爹 善儿 善儿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大婶该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慢点 慢点 疯疯癫癫的 快可怜的 好 走 善儿 我来帮你吧 不用了 善子乖 你去忙你的吧 姑娘 我们在这儿耽搁的时间太久了 必须要马上离开 大叔 现在屋里有个病人急需我照顾 我不能就这样扔下他不管 可是 这样 等这个病人醒了 咱们马上就走 不会耽误太久的 爹 大婶的情况怎么样啊 她的脉象极不稳定 应该是有痴病了 再加上风寒入侵 情况不太妙啊 爹 让善儿试试吧 善儿 这心病还需新药医 善儿知道了 爹 您回去歇着吧 善儿 您好好照顾这位大婶 知道了 但您倒是有什么不错 哪儿 您的这位大婶 有一位大婶 妈妈 是 你一定是少于 借吃的 刚刚 但是 你 ù 在此 报 警将军 王后没有找到 只找到保护王后的两个人 已经不幸被杀 看来王后是殉夺其手啊 李将军 你看此事该如何是好啊 既然没有发现王后的尸首 那就说明王后很可能还活着 大人 依我看 咱们不如先把三公主找到 剩下的人继续寻找王后的下落 也只好这么办了 你们两个留下 继续寻找王后的下落 其他人跟我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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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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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神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大神 你在路边晕倒了 我把你带了回来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善儿帮你医治 善儿 你 你叫什么 大神 我叫善儿 一定是一个孝顺善良的孩子 就叫妙善儿 它望大神 什 starts 你 是你的母后 善儿 不可能 你若是母后 不在王宫里 好在这儿来干什么 母后是因为找你 在把他找来的 你果真是母 母后 善儿没想到 善儿没想到 此生真的能见到母后 多儿 快去叫善儿 一起吃饭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受委屈 母后 宋家爹娘这些年 对善儿一直都很好 善儿没有受过委屈 堂堂的一个三公主 沦落明前受极了苦难 没有 母后 善儿一直都很快乐 大善儿 你醒了 善儿 你这几天 一直没怎么吃东西 爹娘让我来 叫你去吃的 善儿知道了 宋多哥 你先去 我们马上就来 好 那你们快些 母后 你也有几日没有进食了 咱们一起去吧 好 母后听你的 这位大婶 一起吃饭吧 本宫 是特地来感谢你们这些年 对善儿的照顾 要是没有你们 本宫的三公主 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 大婶儿 什么三公主啊 善儿 是我秦宁国主上的三公主 只是因为一些事情 从小就离开了王宫 流落民间 来 这么说 您就是当今的王后 正是本宫 善儿 这是真的吗 爹 这是真的 草民参专 免礼了 免礼了 你们是善儿的恩人 也就是本宫的恩人 不必多礼 草民不知王后驾到 请王后恕罪 不知者无罪 三公主 爹 娘 你们永远都是 善儿的爹和娘 如果没有你们 善儿也许 也许早已不在 这个世界上了 二老在上 请受善儿一拜 善儿 善儿 三公主 快起来吧 善儿 快起来 快起来 你这不是在折沙扫营吗 善儿 不对不对 三公主 你什么时候回宫啊 娘 善儿已经决意要出家 不会回宫了 善儿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是我秦宁国的三公主 怎么说你是要回宫的 至于送药是你 一日一月一生死我恋 一日一月一生死我恋 画我爱 探示人痴迷不悟 明悲卿枯为哪般 谈世人与海无边 理所名将终虚幻 为苍生 即便是苦难 如山 怎待我心存一生 遥与河水的香山 很久如隔时沉默 为苍生 即便是苦难 如山 怎待我心存一生 遥与河水的香山 很久如隔时沉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